《新唐人熱點互動》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熱點互動節目 我是主持人韓非 中共借選臺灣失敗 兩天後 金正恩突然宣布放棄統一韓國 轉而將韓國列為頭號敵對國家 必要時將使用核戰爭征服 半島緊張局勢一觸即發 另一邊普京透露 有意儘快訪問平壤 該如何解讀 歲末年初 中共政權危機四伏 新冠北京宣稱2023中國經濟同比增長5.2% 卻遭到普遍質疑 轉眼地方經濟數據出爐 卻出現集體放衛星現象 是否大躍進2.0的前兆 民眾又是否買帳 今天 我們邀請到兩位嘉賓 和我們一起討論 第一位是傑森視角的主持人 時事評論人傑森博士 傑森博士您好 韓國議員好 大家好 還有遠見快評的主持人 獨立時評人唐靖遠先生 唐靖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兩位好 全球矚目的臺灣大選結束 中共最不喜歡的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當選 被認為是中共努力將臺灣納入控制之下的一大挫敗 面對競選結果 中共明顯尷尬和慌亂的回應 也成為外媒的笑柄 而在這個敏感的時刻 1月15日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卻突然撂下狠話 韓國將被列為朝鮮的頭號敵對國 必要時使用和戰爭征服 許多分析認為 金正恩此舉將半島的緊張局勢 拔高到1950年韓戰爆發以來的最高點 唐靖遠先生 請問您怎麼看金正恩的這個宣言 跟他之前的挑釁行動又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這一次 金正恩突然發出這樣一種戰爭的威脅 而且在他對韓國的外交上面做出了一個重大的轉變 這個跟以前多少還是有點不同的 首先第一個 就是他是第一次發出這種所謂合戰爭的威脅 以前他其實也有過 表示要用武力 要怎麼怎麼地 甚至還發射一些炮彈等等 但是這一次是我看到他應該第一次直接說 他甚至不惜必要的時候要使用核戰爭的手段 來發起所謂的統一韓國 那麼這個是有點不尋常的 我們都知道金正恩其實他這個朝鮮 他們已經是自從在川普時代 他就停止了進行核試驗 他沒敢再繼續進行核試驗了 但是這種核討詐的政策他其實一直都沒有停止過 所以這一次我個人看法 我覺得說他應當是再次的可能蠢蠢欲動 想要使用這種核討詐的方式 來繼續的給韓國包括美國這邊施加壓力 因為金正恩可能他現在如果說要再次 以這種進行核試驗的方式 來進行核討詐的話 有可能他會對他自己造成更大的傷害 因為上次他進行這個核試驗以後 遭到了比較嚴厲的一個國際社會的制裁 甚至就連中共這邊對他都非常的不滿 可能大家還有印象上次他進行核試驗的時候 中共這邊差點都和他就吵起來 甚至中共官方媒體都會發了文章說 這個是他妄動是這麼來說他 所以我覺得金正他可能現在他考量再三 就是說他需要繼續利用訛詐 來獲得外部的一些援助 同時也是要刷一刷他的存在感 但是他可能又覺得說不太適合繼續用實體性的 要搞一次核試驗的這種方式 所以他就採用了改用這種用語言 來發起一種核戰爭的這種訛詐的這種方式 那麼這個行為他毫無疑問是加劇了整個在印太地區的 一種不穩定的就是這麼一種態勢 我覺得金正恩他其實是在利用了這次台灣大選 大家可能都看到了他這次這個核威脅發出這種核訛詐 他和這個台灣大選的日子非常的接近就非常的敏感 尤其是台灣這次是再次的選舉出來了 民進黨的就是麥慶德來擔任中華民國的總統 那麼這個是讓中共非常不滿的 中共自己都在利用這個作為藉口說要在台海 意思因為大家都看到了在台灣大選之前 中共發起這個認知戰 意思就是選擇選擇這個就是民進黨還是選擇國民黨 就是選擇戰爭與和平 是吧 他們大概在打這麼一場認知戰 那麼現在就是說賴清德當選了 中共自己都在提高這種武力恐嚇的掉門 那在這種時候就金正恩他可能是想要利用這個東西 就是你看現在台海的不穩定的這個風險在上升 那麼我現在也要順便把這個就是在朝鮮半島上的不穩定的這種因素 他也藉此機會把他給上升 那麼藉此他其實可以作為一種籌碼來要挾這個國際社會 對 我是這麼看 傑森博士您如何看金正恩的這個宣言 是否是史無前例的 他說話我從來不太在意的 因為就是他其實是努力在尋求存在感的 就是他本身就是很小一個地方的一個就是極其貧窮的一個國家 就是每天這個揮舞著導彈了各方面 就是他的存在感來自於大家的關注 哪天大家不關注他的生存價值就喪失了 所以他就是不停的要折騰出這些事來 當然了此時此刻他冒出這個事情的話呢 在我看來的話呢 就是說你剛才就是說呢 是中共臺灣戒選失敗了以後兩天他說出這樣的話 中間有沒有關聯呢 也許有 也許沒有 當然就是說呢 那就是我們都知道了 就是朝鮮他做很多事情 很多時候是要有中共默許的這個因素 因為他畢竟他的整個大量的這個 就是換句話說沒有中共 他的經濟可能連一個月都運行不下去 那他畢竟是長期受國際制裁的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的話呢 他不可能完全把中共甩在一邊 做出很出格的事兒 或者說出很出格的話 那你從這個角度來說也可以說是中共的一種默許 當然了就是我們知道這個宏觀看的話呢 其實確實是這個新的南朝鮮的這個總統 他實際上是最近跟日本和美國是走得很近的 那麼跟日本美國走得很近的時候 也就是某種上講是就是要跟中共對立起來的 那麼中共這個時候就就是需要北朝鮮這樣的一個這個看門狗吧 或者這個這個養的這個家犬來跳出來喉兩下搖兩下 就是說呢至少呢他覺得這樣子可以震懾一下韓國的這個這個整個的政治走向 當然就是說對於那個就是金三就是金正恩來說的話呢 他其實也有他自己的打算 因為第一的話呢他也看到了就是不可能就是立刻統一 就跟中國和台灣這邊統一都不可能 他那邊的話呢就是說統一是更不可能的 那麼他呢就是說呢宣布不宣布謀求統一 其實現實上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但是宣布了以後呢他有一個好處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最近金正恩和俄國普京做了一筆生意 就是普京那邊跟烏克蘭戰爭中炮彈各方面打的太多了 他生產不過來了 據說幾百發這個炮彈從這個朝鮮運過去 幫他支持烏克蘭戰爭 另外更關鍵的是據說的話呢 北朝鮮也給了俄國一些他自己的短程或者中程導彈 那麼這是第一次就是最近通過俄國和烏克蘭的戰爭 俄軍烏克蘭這一方發現有一些導彈 他們發現是這個朝鮮那邊來的 而且呢就是好像真的還是發過來了也炸了等等這樣的事情 這個就是歷史上大家對於朝鮮的導彈 不管是短程的還是中程的 大家其實都不放心的 朝鮮那個地方能做出什麼東西啊 搞不好還炸到自己鍋裡頭了 那麼這一次的話呢 據說是在俄國用了一下子還工作了 這個事實上是對北朝鮮的整個 這個在國際武器黑市上的名聲 起了非常大的一個宣傳作用 那麼一旦這個事情確立了以後的話呢 我想這個就是金正恩他是非常清楚 有可能以後對於他的導彈對於他的武器 國際上這種黑勢力的需求會大量的增加 那麼他就得要大量的去生產武器 那麼生產武器這個過程中你平白無故的和平時期 你全民結兵的去生產武器 這一看那不是就是支持俄國 或者是國際上賣黑軍火嗎 那這說不過去那他找個理由 那理由就是我現在不跟你統一了 所以說我現在生產武器了 其實他也知道那個南韓是沒有一點點想法去侵佔他的 那窮山惡水的 只是他繳一個藉口 而且有這個藉口以後他國內也好忽悠老百姓 因為他可以把老百姓趕到工廠 一天24小時的幹活 那麼我們是這個防備呀 防備他跟我們打呀 那個美國和南韓整天瞅著我們 我們要保衛我們的家園呀 他以此為要挾 他可以讓鼓動著北朝鮮的老百姓給他生產炸彈 生產導彈然後完了以後他可以在國際上賣 其實在我看來的話呢 有這樣子的一個經濟利益在裡頭 因為他其他的出口幾乎是沒有的 那麼就剩這一點他可以掙扎外快 他自己也需要錢 就是他可能是最近覺得對他來說各方面是太好了 這個俄國也把他看得上了 普京也要來找他了 然後呢他這個普京也給他在戰場上演示他的武器 然後呢整體感覺的話呢 就是未來生意會越來越好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的話呢 以後他就準備專心做軍火生意了 這時候的話呢只是以南韓作為一個靶子 作為一個幌子而已 嗯 您這個觀點很有意思 您的意思是說金正恩這一次是故意挑試 要開始賺軍火錢了 因為畢竟好多幾百萬發炮彈都運到了俄國 他也需要再生產炮彈 另外國際市場很多黑市場 非洲的各方面地方 還有包括中東這些恐怖主子 也都需要武器支持 這時候的話呢他就正好解決了這個問題 對於中共來說何樂而不為呢 自己賣武器讓國際發現了多難看呀 但是中共又確實想支持各國 支持這個中東這個伊朗這樣的國家 或者說是伊朗手下的那些恐怖主子 那何不讓這個朝鮮去做這樣的一個槍手呢 因為朝鮮畢竟是一個爛狗 國際上已經制裁了一塌糊塗了 所以說再多點制裁也不是個什麼大問題 所以說整體來說 中共來說對中共來說也是個好事 他也覺得這事可以做 是 如果真的是這樣 中共確實是樂見其成的 唐靖遠先生您怎麼觀察 有許多分析人士認為 這一次金正恩的挑釁是不容忽視的 也有美國專家警告說 金正恩恐怕已經做出發動戰爭的決定 您怎麼看您覺得朝鮮真的會開打嗎 我個人對此比較持保留態度 因為我認為金正恩他其實在朝鮮半島上 如果說要再次的爆發戰爭 尤其是如果朝鮮他要再次的主動去進攻韓國 有兩大因素我覺得不太可能 至少目前看起來的可能性比較小 第一大因素就是鑒於朝鮮他自身的這個實力 我們都知道你現在發動戰爭 其實打的都是經濟實力 沒有充足的經濟實力 你這個要去就是貿然的去發動一場 這種全面的戰爭你基本上就等於是自取滅亡 連俄羅斯這個打烏克蘭大家都看到了 俄羅斯號稱是曾經是世界第二大軍事強國 現在打一個烏克蘭就是因為 俄羅斯的經濟實力不足 導致他現在你看都已經打成一種僵持的局面 上不來他也下不去 那麼這個是朝鮮現在的經濟的狀況 其實是非常的糟糕了 他現在就連整個國家自己 國民能不能吃飽肚子其實都是一個問號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和韓國的這個經濟的實力的對比 包括在軍事實力上面的對比 其實朝鮮一點都佔不到上風 朝鮮除了他就是有那麼兩枚核武器以外 那麼在常規武器的這種兵力 無論是這個人員還是裝備素質等等各方面 他和韓國其實都有非常大的差距的 更何況韓國還和日本與美國都有這種就是三方的軍事聯盟 如果說他要進攻韓國 那麼其實美國是不可能袖手旁觀的 是吧 所以呢不光是美國 就連當初參加這個朝鮮戰爭的聯合國軍的那三十多個國家都不可能袖手旁觀 因為從理論上說朝韓雙方現在他們並沒有就是遞接和平條約 他們只是停戰的狀態 理論上說他們其實當年這個幾十年前打的那場朝鮮戰爭 到現在其實並沒有完全的結束 他只是一個休戰的一個狀態 所以對那當初參加了朝鮮戰爭的那三十幾個國家來說 他們仍然是有義務要繼續的 如果說韓國再次遭到進攻 他們仍然是有義務要繼續的參與作戰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覺得就單純的我們從軍事實力的對比上面來說 我覺得金正恩他應該非常清楚 他遠遠不是韓國的對手 這個是一大因素 第二大因素就是朝鮮他如果說想要對韓國發動戰爭 從來其實不會是金正恩他自己可以一個人說了算的 大家都知道上一次金正日他發動 不就是金日成 他爺爺金日成那個時候發動對韓國的這個侵略戰爭呢 是因為有蘇聯當時的斯大林給他撐腰 是斯大林點了頭 包括毛澤東這邊也都同意了說要給他這個支援 以後他才敢就是對韓國去發起這麼一場這個全面的入侵 那在現在如果說金正恩他要對這個韓國發起一場這麼一種 可以說相當於是自殺性質的這種戰爭的話 沒有中共和這個俄羅斯在背後給他撐腰的話是不太可能的 也就是說那麼至少從現在的這個國際環境來看呢 我並不認為說中俄現在這個階段會同意說讓金正恩去發起一場 對韓國的入侵的這種戰爭 因為連俄羅斯自己在烏克蘭這個戰場上他都已經自顧不暇 他現在自己俄羅斯都是靠著中共在給他大量的支援 大量的這個經濟和一些軍事這個零部件一些產品的這樣一些支持 才讓他勉強能夠撐到今天打成一個僵局 但在這種情況之下俄羅斯是不可能去支持朝鮮的 那麼中共現在自己他也是處在一個經濟的嚴重的斷崖式的下滑 內外交困 那麼中共現在自己的麻煩都沒有解決自己的稀飯都沒有吹冷 在這種情況之下你說要讓他再去支持朝鮮 來對韓國發起一場全面的戰爭 讓整個朝鮮半島陷入一場這種戰火之中 他其實對我覺得對中俄來說至少我覺得不 並不符合他們的這個國家利益 因為像這種戰爭他一旦挑起來戰火一旦燃起來 他固然他會分散美國的經濟 但是其實他同時也同樣要分散中共和俄羅斯的這個經濟 尤其是對中共來說和朝鮮他其實就是非常緊密的 這麼一個鄰居的一個關係 所以基於這兩個原因我個人認為說 金正恩他要說對韓國發起一場 進攻發起一場戰爭的可能性其實是比較小的 嗯 有分析認為金正恩的這番折騰 讓本來就忙於烏克蘭和中東戰爭的美國及其盟友 是更加手忙攪亂 也給中共對臺灣的寄予提供了有利條件 那傑森博士您如何觀察 韓朝關係惡化的背後是否有其他勢力的推動 當然對於中共來說如果北朝鮮和南朝鮮 就是北朝鮮去打南朝鮮 把這個日本和這個美國的勢力都牽扯進去 當然是這是個好事兒的 但是呢關鍵是金正恩是不是傻到了 願意給他去賣命的程度 我倒不覺得金正恩就是金正恩也非常清楚 戰爭事實上是靠經濟實力的 那個就是說呢你就是全民結兵你的經濟實力也弱到了 這個根本就是不可能真正打贏就是和南韓的 南韓呢只是南韓和北朝鮮的關係是啥呢 就是南韓是一個體面人 衣服光鮮的那個每個部件都是上 就是都是上萬美元的這種奢侈品 那北朝鮮呢就是躺在地上的一個那個無賴 那渾身都是泥巴 他就是鋪上來磨你一身 你隨身都沒有任何損失你也會很噁心 就是他就是給你這樣扔幾個炸彈 炸你幾個把你個樓炸晃了各方面 你已經是非常對於韓國已經是非常 因為人這個正常的好日子過慣了 任何這種苦惱的事都不願意有的 那麼他其實就拿到這一點 你要是說真的南韓和北朝鮮都到了那種 就是那種嗜血就是為了這個生存 誓死拼搏那樣的狀態 那北朝鮮那個經濟實力是絕對打不過南朝鮮的 如果大家都到批那裡有狀態 所以說在我看來金正恩是不會傻到去做這樣的事情 他只是在去裝聲勢 他知道他是個什麼角色 他知道他舉著那種光腳不怕穿鞋的那樣的一個心態 去全世界到處惹事 但是他知道他經不起國際黨 因為他的經濟太弱太弱了 嗯 兩位都提到朝鮮真正發動戰爭的可能性 是微乎其微的 唐靖遠先生您如何觀察 包括這次臺灣的大選結果 可以說讓中共非常難堪 但中共的回應比大多數人預想的 其實還是感覺相對溫和了一些 有沒有一種可能 是中共它在利用朝鮮半島這邊的局勢 來讓美國頭痛 我覺得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這個不排除的 就是說朝鮮它的很多的對外政策 這麼說吧 朝鮮它對美國對韓國的很多的政策 其實它很大程度上都要受到中共的牽制 就是中共對朝鮮它還是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的 畢竟朝鮮它在經濟啊在政治在外交在很多方面 它其實是要依賴著中共去替它撐場面 它自己其實如果沒有中共撐著它的話 以朝鮮它現在這種經濟體制 它早就已經是垮胎了 這個政權它其實是維持不下去的 也就是說 那麼不排除說中共它有可能說 利用朝鮮來故意的製造一些緊張空氣 製造一種緊張的態勢 那麼以此來作為一種籌碼 就是來跟這個國際社會進行一種博弈 我們知道以前呢 就是中共它其實一直都是兩面揍人 或者就耍這種兩手 它一方面呢在背後竄奪著這個朝鮮 來挑起這個半島的危機 另外一方面呢它又出來裝好人 來這個舉行說它來主持大家進行六方會談 所以大家看這個六方會談談了幾十年 其實從來就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這個進展 一直 但是用利用這樣的一種方式呢 它卻的確是為朝鮮呢 博得了一些就是相當於利用一種籌碼 去訛詐來一些這個國際社會對它的援助 就是說你多給它一些援助呢 它可能就安靜一段時間 再過一段時間它覺得錢用差不多了 它沒飯吃了 然後它又開始這個騷動 又開始在挑釁 基本上是延續了這麼一種模式 那麼也就是說這次朝鮮的這個挑釁呢 我覺得的確也不排除說 背後有中共跟它進行協同 說大家來一次這種戰略的協同 那麼中共這邊對台海是比較頭疼 那麼這個讓朝鮮這邊來 就是來製造一些這種危機 就是人為的製造一個危機 那麼用這種方式來轉移美國的這個注意力 當然我覺得從另外一個角度上面來講 我倒是比較更傾向於說 金正恩其實它是有點 越來越傾向於它想要獨立的 就是擺脫中共的影響 最起碼在最大限度上來擺脫中共的影響 然後呢一個相對獨立的姿態 來和韓國以及美國來打交道 所以呢包括它這次 我覺得它突然說發起一個這個 說威脅要對韓國發起核戰爭 而且把韓國這個定位是吧 也完全定義成為是一個敵對的國家等等 這種姿態的做出 我更傾向於認為說 它是其實想要用這種就是製造出一個籌碼來 就你要想讓我不再把你視為敵對國家 要想讓我不再把核武器對準你 那麼你就得來單獨跟我打交道 那麼就是不要說再通過中共這邊 我覺得金正恩它其實是有表現出 它對中共想要脫離中共的掌控這種跡象 您認為朝鮮正越來越傾向於擺脫中共的影響 那俄羅斯的普京最近也被指出 有意願儘快訪問平壤 如果普京成行這將是他2000年7月以來 時隔24年再次訪問朝鮮 傑森博士您覺得中、朝、俄三方 在這件事上各自打的什麼算盤 現在這個世界軸心的這個概念 已經逐漸逐漸形成了 就是非常非常明顯 中、朝、俄加上比如說伊朗等等這樣的國家 整個中東不管是哈馬斯還是那個珍珠黨 還是胡塞背後全都是伊朗 而伊朗背後基本上就是中共和俄國 那麼這個時候的話呢 北朝鮮其實背後也就是俄國、中共 就是整個這個邪惡的這個軸心已經形成了 這是這個世界目前地緣政治發展的一個狀態 就是各方面他們就是多重的結合在一起了 就是這個陣營已經形成了 所以說在我看來的話呢 就是說這個世界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而這個過程中就是俄羅斯跟朝鮮 因為共同的利益越走越近 這實際上是必然的 唐靖遠先生您怎麼觀察 在整個中共的它的所謂的這個 要稱霸全球的一個戰略裡面呢 中俄一朝想要結成一個這個邪惡軸心 這個是中共一個比較核心的戰略 但是呢 在中共的概念裡面呢 這個中俄一朝毫無疑問它是覺得 中共一方向當老大的 是要具於核心地位的 那麼其它幾個都是它的小弟要為它來服務的 但是我們看到在這樣的一個聯盟裡面 其實他們是各懷鬼胎的 尤其是俄羅斯 普京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把習近平視為老大 你看這個普京 他和這個習近平公開發表的講話等等 他處處他都 雖然俄羅斯現在不得不 因為他在打仗 他不得不要求助於中共給他一些這個援助 所以呢 他可能對習近平口頭上呢 他會有一些這種稱讚的一些語言 但是呢 俄羅斯在他的實際行動上 他處處體現出來 並不想讓中共來主宰整個 他們這個陣營的一些這種戰略的決定 所以普京對朝鮮的這種訪問 他們雙方之間關係迅速的拉近 實質上你會看到他形成這樣一個局面 就是中俄朝這三方會形成一種三角關係 而並不是說是俄羅斯和朝鮮都去向中共去稱臣 去扶手稱臣去當小弟去當一個跟班 而不是這樣的一種關係 而是呢俄羅斯和朝鮮都有點想 就是跟中共稍微拉開一點距離 三方呢 這中俄朝這三方形成一種比較相當於這個大致 相當於一個等距離的一個三角的關係 那麼這樣一來 其實是對中共的這種地位 要形成一種某種程度的制約 尤其是這次我們看到就是俄羅斯 他在這個對烏克蘭的戰爭之中 他的炮彈呢 他的很多彈藥不是特別的缺嗎 短缺嗎 由朝鮮這邊呢 是給他提供了這個不少的直接的這個援助 當然這個援助呢 我覺得可能現在有兩種看法 一種看法說認為是朝鮮直接給他的 也有一種看法說認為是中共通過朝鮮 這個轉手給他的 不管從哪個角度上講 就是現在普京如果說他要在時隔二十多年以後 對朝鮮進行一個正式的訪問 他都意味著是朝俄關係的一個實質性的提升 而這種提升對中共來說 是並不是他樂於見到的 對 是的 中共政權危機四伏 在外交層面不斷遭到圍堵與疏遠 對內則面臨巨大的經濟危機 時刻危急政權 面對國內對經濟現狀不滿的聲音 中共一邊是加強打壓 一邊則積極暢想所謂經濟光明論 在中共總理李強宣稱中國2023年GDP增長5.2%後 中共官媒澎湃網也在23日給出了21個省區市去年的GDP數據 但與大多數中國人的體感不同 各地給出的數據不但沒有下跌 反而十分亮眼 傑森博士您怎麼看各地方政府給出的這份成績單 又有多大的可信度 其實整個中國數據現在都不可信 都是胡編亂造的 就是說我以前談到過一個概念 就是說過去的話 中國經濟真的在發展的時候 它的經濟實際上是三架馬車 我們說三架馬車就是出口 投資和消費 但是現在這三架馬車其實都完蛋了 因為我們知道的話 就是房地產這一個方向 它實際上是過去領了兩架馬車 一個是投資一個是消費 那麼整個這兩架馬車其實 房地產不行了都不行了 那麼整個出口去年 連中共官方數據都是顯示是下降 所以說呢 整體來說中國經濟是 根本是就是一點點 就是快速成長的可能性都沒有 我就是前一段時間做過研究 跟中共走得非常非常近的西方智庫 就反覆研究用中共的數據反覆研究 最後左拼右湊的能給中共拼出 2023年GDP增長1.5%這樣的概念 而中共爆出5.2% 當然我們都知道為什麼 因為習近平定的是5% 他們一定要完成習近平的任務 所以說呢從這點上說的話呢 這個數字造假是一定的 這個就是毫無懸念的數字在造假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它畢竟就是說呢 這個概念已經擺在那 全中國所有的官員都知道 你必須得要造到合適的位置上 因為全國要求是5% 那各地都不能拖後腿 所以說呢現在爆出21個省 可能十幾個 就是遠遠過半都已經超過了5.2%了 就是這個是非常難中共 就是中共不可能手把手的教他們造假 那麼各地都造 造的時候呢 那就加多加少的 就是造的虛一點 造的這個稍微的那個水分少一點 所以各地出現的情況 但是它畢竟都得拼出來這個數字 所以說東拼西走的搞出這種 好像大部分城市都是超過5.2% 然後呢最後的話呢就是說呢 全國它是5.2% 就是很多時候 就是歷史上總是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就是各省增加的數量 加一塊那比全國高多了 當然中共有它的解釋 它的解釋就是說呢 說是有一些省份 它是有這種就是 就是它叫做比如說有一些跨省的經濟 它說是有一個叫做 重複多重計算這樣概念 但是這種東西都是非常牽強 那國外怎麼沒有這種情況呢 就是說那個從整個來說的話呢 就是說你中國就是中共那個網上 你說句話都能給你把你抓起來的這種情況 這數字都加不到一塊兒 甚至重複計算都搞不清楚哪兒重複計算了 這實際上是完全是一種藉口 所以在我看來的話呢就是說 就是我對這種數據的話呢 我其實並不是很當真的 它只是說明各地官員呢 在造的過程中呢 沒有足夠的跟中央通氣 各造各的 最後造出一個 就是說呢 好像各地都很亮眼的這樣一個狀態 當然了 就是確實是中共也一直出現過 就是有這種就是說 官出數 這個數據 數據出關這樣的一個 循環的一個概念 中共要發展經濟 你就要把你的經濟數據造個好一點 你可能才有前途 所以說各方面來看 在我看來說呢 中共全國的統計數據 就是完全是編的 那地方那就更離譜了 那邊就一塌糊塗了 就是說本身這個事 對我來說 倒不是一個非常讓我驚訝的事 只是有的時候想看看笑話而已 嗯 傑森博士指出 因為中共黨魁定了5%的經濟增長目標 導致地方政府的造假成了必然 而全國集體放衛星 甚有當年大躍進的即時感 唐靖遠先生您覺得 這是否是大躍進2.0的前兆 這個事情其實在我看來 它比較簡單 它就是 因為這個習近平剛剛才發出這個號召 要叫做暢想中國經濟光明論 它其實就是這麼一個產物 包括這個李強他拿出來說 中國在去年的GDP的增長 居然達到了5.2% 也是高居全世界的榜首 這樣的數據其實它是一個笑話 因為稍微有一點點常識的 或者說任何一個對中國的 這個去年的經濟的狀況有所關注的人 都會非常清楚 中共不要說是這個5.2% 它能夠有這個是沒有出現負增長 我覺得就已經是很不錯了 因為我個人懷疑 我甚至懷疑中共的經濟應當是一種負增長的 但是中共它其實一直以來都是這樣了 它是撒謊 它是要撒謎天大謊的 它不是說簡單的說 它比如說增長一點幾 它給你修改一下 往上漲一點改成二點幾 不是這樣一個概念 它是直接可以把負的就說成正的 它直接可以把黑的說成白的 這個是中共它造假的一種這個慣用的手法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說你作為總理作為國務院都敢這麼獅子大開口的來造假 是吧 直接把這個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經濟數據把它說成是世界第一 那就是說各個地方的省市他們其實也要相應的來跟進 因為你必須你既然是造假 你必須要統一口氣嘛 說白了就是 如果說國務院拿出的數據是這麼的亮眼 結果你要是各地的各個省市的 他們自己拿出來的經濟數據是一片殘淡 那這個當然很快就會穿幫了 也就是說呢 這一次的這種經濟數據的突然的這種 剛才你提到的有點像是一個大躍進的這種方式 我倒認為說他習近平呢 並不一定說真的是想要在這個經濟領域 他來進行一次像當年毛澤東那樣一個大躍進 因為當年毛澤東他其實發動這個大躍進的 他其實是想在這個共產主義的經濟路線上面 他真的是認為說那個可能是有效的 所以呢他要把他大大的往前推進一步 當時有句話嘛叫做快步跑步進入這個共產主義 對吧但是呢結果遭遇到了一種慘敗 那麼這一次呢我倒覺得說其實習近平他是 就是為了掩飾掩蓋他的在經濟上面的一個巨大的失敗 他不得不來製造出一個巨大的謊言 也就是說他其實說白了在對整個這個中國的經濟進行輿論的維穩 他那個所謂暢想中國經濟光明論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兩個字就是維穩 對外呢他要營造出來這麼一個假象 就是欺騙外國人欺騙外部的投資者 意思就是你看我們這個經濟還很好啊 我們的經濟增速都很大呀 我們這些這個主要的這些一二線的這些大城市啊 或者省市啊等等 中國的省市你看那個經濟成績都很不錯啊 所以你就說明我們的經濟運行的環境是良好的 是非常適合你們來進行投資的 他對外呢是要起到這個作用 對內呢他當然就是對老百姓也是起到一種就是輿論維穩了 就是大家因為經濟不行了大家錢沒有了是吧 失業率暴漲了 那麼很多他社會就不穩定 很多人他可能就會出現一些就是那沒錢了啊 他當然可能就會想要亂來了啊 社會矛盾他會這個加劇可能他會動盪 那麼在這種時候他其實要用這種方式 也是對內來採取一種想要達到一個維穩的不定 你看我們經濟非常好 所以大家稍安勿躁啊 你看我們經濟明年還會更好啊 去年我們剛剛才從這個疫情封鎖之中解脫出來 就已經這麼好了啊 明年我們是不是還會要更好呢 所以這個就是中共他官方那個講話裡面 反覆再強調說我們現在是叫做穩中向好 是吧就是他其實說的就是這麼意思 其實他是一個巨大的謊言 是的傑森博士您怎麼觀察 您覺得這次集體放衛星事件 與之前的大躍進是否有相通之處 那麼就是本身來說的話呢 這個數據造假是中共一開始 中共的屬性就是造假 從它萌芽起步的時候 哪怕它沒執政的時候都各方面在造假 那麼就是包括這個抗日戰爭 就是完全都是騙人的一種把戲 那麼此時此刻的話呢 它也是在造假 只是程度不一樣而已 就是以前的話呢 比如說增長了5% 它說增長了10% 現在是比如說是降了 它反倒是逆轉了5% 就是它就是以前就是量上的不同 5到10感覺不大 因為大家都覺得往上走了 只是走的量不一樣 那麼現在明明是在下降 它說是上升而且上升5% 這就給人感覺非常明顯 非常的有戲劇性 成為這次討論的一個重點 是 中共自執政以來就沒有停止過造假 但如今失業率飆升還有房市崩盤 唐靖遠先生您認為還有多少人 會相信中共的這種數據 中共能夠達到它想要的 就像您剛才提到的 對內維穩對外拉投資的這樣一個目的嗎 我覺得這個呢 它的實際的效果一點都不樂觀 就是中共現在無論說什麼話 其實在國際上 在國在包括在國內 它的信用早就已經破產了 大家其實都不再相信 我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大家都看到了就是 儘管中共官方拿出了這麼多的 非常亮麗的經濟數據 但是呢唯獨有一點 中國的股市不停的在往下垮 而且是像山崩似的往下垮 這個它是瞞不了人的是吧 因為股市投資者 中國有兩億多的股民 那麼很多人呢都在裡面 都是把自己的這個 可以說是這個傾家蕩產的 很多的資本都是投入到上面去了 尤其在三年封鎖下來 為什麼中國股市現在這麼受人關注呢 因為習近平搞了三年的封鎖 導致很多人大量的公司都這個倒閉 尤其是中小這個企業民營企業 很多人都破產都失業了 失業以後他沒有辦法 你總要生活 他總要讓他的資產呢 能夠就是繼續的往上增長 維持他的生活 他要交房貸要交車貸要這樣那樣 就是他有巨大的經濟壓力 所以呢很多人都轉而把他的資金呢 就投向了中國的股市 希望到股市裡面去來賺一點錢 大家都看到了現在房地產呢在暴雷 包括很多所謂的投資理財的 這種金融理財的項目也都在暴雷 其實那個風險是非常高的 所以很多人他會覺得說相對來說 我到股市去投入一點 可能也許沒準 現在這個風險還比較低一點 因為股市呢他很多時候是靠你自己的嘛 你要是把這個錢投到金融理財上面去 那個就由不得你了 你錢投進去了 那別人暴雷了 你就有可能你一份錢都拿不回來對吧 所以呢在股市的話 你今天什麼時候買進什麼時候賣出 這個起碼主動權還是操縱在你自己的手上的 但是其實他們不知道 中共的股市它其實也是一個政策式 中共的股市同樣是要聽黨指揮的 只不過呢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說股市呢它反映出來 是大眾對一個整個基本經濟面的一種預期 那麼在這個習近平頻頻的 就是發出了很多非常樂觀的講話 中宣部也非常配合進行了這個 暢想經濟光明的這麼一系列的大動作以後 股市依然是以急劇的這種速度在往下掉往下垮 它就說明其實老百姓根本都不相信了 無論你中央現在中共當局你吹的這個調子有多高 什麼大家都已經不相信了 所以我不認為說它這樣一個做法 它究竟能夠起到實質性的多大的作用 但是呢這種輿論維穩呢它會帶來一種態勢 就是它會叫做輿論的高壓 也是我們看到習近平他既然自從發出了這個 就是暢想經濟光明論以後呢 所有對中國經濟進行質疑 或者說認為中國經濟不好了 大家怎麼辦提出這個問題等等 所有這樣的數量它就說明什麼 說明其實中共它這個暢想經濟光明論的背後 它其實是一個無嘴的行動 就是它在大規模的消滅所有 它認為說對這個經濟不滿的 或者說想要說出這個經濟不好的真相的 所有這些聲音它都要滅掉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它真正意義上的維穩 它還不僅僅說是從喊幾句口號來想要騙你一下 它是有它的實質性的行動的 那麼也就是說經濟不好了它說明一個問題 習近平現在他認為說可以通過他自己的經濟本身的這種政策工具 或者說這些手段可以把這個經濟重新給拉起來 他其實已經基本上放棄了 所以他現在把這個重點已經轉向不是解決問題 而是去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這個是我們看到就是習近平他自從提出要暢想經濟光明論以來 他在中國經濟問題上所做出的一個重大的轉變 是 中共現在在國內發起輿論的高壓 很多人也觀察到在當今中國有一些獨特的現象 一個就是很多人在用一種反諷的方式去嘲諷當局的謊言 第二個就是用腳投票 包括出現大量走線桃美的案例 最近大紀元有一篇獨家的報導 一名叫柴松的河北青年 因為中共的三年封控 導致他的租房生意無法飲業 賠了很多錢 也最終導致他決定走線潤美 他也因為受到彭在州的啟發 在這個走線的過程中遠程操作電子橫幅 在山東濟南的萬達廣場打出 打倒共產黨 打倒習近平的字樣 唐靖遠先生 請問您怎麼觀察這樣的一個事件 柴松的案例是他在一年後才決心向媒體曝光的 那您覺得類似的事件 我們不知道的還有多少 這種事件它絕對不是個別 我相信跟它有相同的想法的人 當然是非常有普遍的 是具有一個代表性的 這次大家可能看到海外的新聞 就是說走線到美國來的人數是暴增 是吧 是比去年的同期也都有增加了幾十倍還是多少 反正就是它的數據已經相當的可怕了 它就反映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大家用腳投票以及包括像柴松 還採取了一個實質性的行動 直接把這個打倒共產黨和打倒習近平的 這樣的一個口號 就是中共使用那當然是反賊了 這樣一個反動的口號 是吧 把它這個公開的投射出來 就說明中國大陸的民怨沸騰現在已經到了一個 快要噴發的邊緣 只不過呢 由於中共現在它暫時 就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習近平他動用了高壓的這種手段 封口 其實當年也包括抓人封嘴 還封你的手 是吧 他用這種手段暫時的把這個民憤和民怨 暫時的是給壓住的 但是其實它是積在那兒的 能夠走線逃出來的 畢竟它還是屬於極少數 那麼絕大多數的這個中國民怨沸騰他們是出不來的 那麼他們的怒火 他們的民憤民怨其實是積壓在那兒的 這個就是我說的 對習近平來說 他其實現在是坐在火山口上 他為什麼現在就是一門心思的 就是對這個經濟的所謂的這個提振 他也不抱希望了 是吧 他現在所有的經歷和這個措施 他都轉向了要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其實就是他自己也都意識到了 他現在對整個這個社會危機來說 他要是如果現在不強力的把這個路火要是壓住的話 那麼可能整個社會會爆發一種大面積的這種動盪 那麼中共的統治可能就會岌岌可危的 他自己的地位也都會比較岌岌可危 所以這個柴松 是吧 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我覺得他有一點點像當初那個 就是在四通橋上那個彭麗發 就是第一個打出這個橫斧 打出這個標語 也希望喊出這個要讓習近平下臺 要讓他接觸這個封城清令的政策 這個性質其實是有點類似的 就是你會看到 雖然他冒出來的 真正採取的行動表現出來只是零星的那麼一點 但是其實他們只不過是冰山之一角 真正大量的民眾 其實他們都還在後邊呢 嗯 傑森博士您怎麼看柴松事件 那他勇敢的舉動是否是代表了一批中國百姓的心聲 他我就是屬於典型的那個 就是他本身 事實上就是在疫情經濟多重打擊 整個人經濟上絕望的情況下 徹底對中共失去了任何的希望 最後離開中國 離開中共 他走之前的話呢 他認識到 他的一切的這種痛苦都是中共造成的 當然也是習近平執政造成的 所以說他打倒共產黨 打倒習近平這樣的一個口號 不管是斯通喬還是 實際上都是中共的極端惡劣的政策 加上經濟的不斷下滑 最後造成了人民中反抗的意願越來強 最後出現這些就是敢作敢為的這樣的英雄人物 其實這都是展現出就是我們整體這個 中國目前社會的這種民怨 實際上是越來越沸騰的這種狀態 是的 好的 觀眾朋友 由於節目的時間關係 今天的節目到這邊就要結束了 感謝傑森博士和唐靖遠先生的精彩討論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表